大家好 歡迎收看美股米智蓮節目 潘哥 最近你是威風 甚麼?最近一向都威風 最近港股是不錯的 今天又有一隻不斷升得很厲害 美團 所以基本上近來我自己對於美股少看了 厲害 也是可以說的 今天不做節目 不需要厲害 那怎會回應你 沒有就先說一次 基本上美股看回SP500指數 又升上來又是近高位置 如果看回期貨 期貨現在正在錄的時間差不多三點鐘 基本上今早又升了一點點 差不多 其實快破頂了 所以 其實指數上也是那一句 其實還可以的 不過 你說 找強勢股方面 當然 沒有上半年那一陣 波幅大 又升得快 那些 那麼 那麼 好景的時候 反而今 現在這段就是那些 慢一點的股票 那些 大隻一點的股票 所以 其實都可以維持那個看法 那麼 就是Microsoft 上個星期出業績 業績後才來了 業績後才來了 其實他業績 OK 又不是很厲害 又不是差 但是業績後 星期五 即收市後 出了一個新聞 美國國防部 有一個合約給了他做 是 10B美金 10B美金 即是100億美金 即是780億港元 10年合約 那就是一個 美國國防部 Department Defense 一個10年的 雲端合約 那我反應是怎樣 後來收市後 現在看看 本後升了2.5% 這個時候 看看今晚 這個位置 本後現在升了 接近3% 即144.95 看看今晚 大概在這些位置 其實已經破頂了 是啊 所以其實一向都說 米國防部 只要看得住 就是一向都說 之前就定這些位置 可能是 接著這裏 最近就是定這個位置 你不跌穿133元 一向都說 不跌穿133元 就OK 但是 你不要預期升得很厲害 另外他的CEO 加薪六成 這麼多 是啊 因為做到工作 做到工作 有工資 加薪六成 這隻 我經常都說 他做到工作 就盡快 叫他留 怎樣都留在那裏 可以留在那裏 說真的 如果你做Tech 最大 你挖角 從Microsoft 身上挖角 都不太容易 留意著 其實CEO 這麼厲害的時候 沒有的 條路已經鋪了 一邊走一邊走 又破頂 我覺得OK 你說買了的朋友 還沒買的朋友 其實如果今天 大概都要144元 我也覺得可以拿 其實144元 其實都是指示位 133元 十幾元 其實都不夠10% 我覺得真的可以 可以拿 你定133元 作為指洩 當然你不要想著 這隻會比較 走得很快的股票 兩成半至四成左右 你預算這個活報 應該做得到 總之還是強勢 另外一隻 當然 上個星期 Microsoft出業績 不如看看 今個星期 業績什麼情況 今個星期 有些什麼 我們逐隻 AT&T 有沒有跟開 沒有跟開 好繼續 星期一 沒有什麼 星期二 AMD 雖然說了很久 但可能有些人 這陣子上升了很多 有一人看看 然後 看看 現在看 AMD 又好像好一點 不太差 不過 不過 你說拉長期是OK的 不過近期 又穿過一下 又上回來 我暫時不懂得搞 還有現在 至少位 都27.4 到十幾個百分比 沒有什麼特別 我自己不搞 然後 再下去 再下去 先看 MASTER卡 MASTER卡 今天 星期二 上個星期 VISA出現職都OK 之後 都 有些少少走勢 更好 VISA問我一下 VISA 又未穿得完 剛剛頂得住 即是VISA 就168元至少 那時候 又下過來 又上得回來 嗯 都是那句 好 輸了一點 好少少 雖然是好少少 但是 始終都是 即是 沒有之前那種那麼強 你現在可能 吐一下吐一下 即是 即是 拿著的 又未穿位 就拿著 但沒有貨的話 我覺得 暫時好像沒有之前那麼強 那 有機會轉強 有機會不看 對 但是 上個星期已經差一截 好多了 看回MASTER卡 它穿過位 是 穿過位 所以 260元 雖然打回來 我會自己小心一點 是的 那麼 如果好一點 留意一下 如果好一點 會和大家做多些Cover 即是暫時 是否買得住 即是如果你玩期權 已經可以了 如果你說玩正股的話 如果你說玩正股的話 其實 可以買的 MASTER卡 FISA卡 兩隻 低位 低位 差不多了 這兩隻 但總是沒有上升動力 你買股票 你不會想它橫行 你當然是買一些強勢向上股票 即是你現在看到它 好像沒有上升動力 如果你做Shopput 你不用上升動力 當然是收時間值 但如果你真的買股票 你等它上升動力 但是 開始有少少 已經回來了 留意著 基本因素極強 兩隻股票 但只不過我暫時還沒有上升 沒有 我暫時還沒有上升 就等它上升 現在 MASTER卡又穿了位 我自己會小心一點 還有 快要再看 然後 密砂東 密砂東輝瑞 很久沒有看過這些 若股怎樣 MRK MRK 普通通 又跌了下去 未出現職 即是 之前就 純純落落感 但又未至於太強 輝瑞 PFE 嘩 好差 密砂東 不可以很多 所以暫時約股 要個別看 我之前也看到有些 包括 即是那些 生物科技好少少 約職一定是看蘋果 是的 懂得看蘋果 然後呢 蘋果強 很強 有Facebook 星期三 星期三有蘋果 是不是 星期三蘋果 蘋果買光了 我身邊的客戶 其實我們這陣子都是 買光了 這陣子我們也是推蘋果 買光了 你看到 又衝上去 兩三個星期前已經買光了 現在已經享受 業績會不會差 老實說 今次的業績 其實 不是最重要 是 即是你的手機賣得不錯 聽到收到封都知道可以 但是 最重要就是它往後那些前景 因為這隻股票已經慢慢走出 我會叫陰霾 陰霾是甚麼呢 之前Steve Jobs買到的時候 他賣 iPhone賣得很厲害 是 但你會發覺 全部都有創意 過了 過了 Steve Jobs 即是他的手機 例如iPhone 8 iPhone之後 那幾個幾代 我都數不到 10 10 11 好像賣得一般 但今次開始是甚麼 其實這間公司 對iPhone依賴性越來越降 但越來越降 即是反過來告訴你 它走這條新路 新路就是 subscription model 是看下去走得很成功 已經開始轉型成功的股票 即是你說iPhone買得好嗎 說真的 老實說 我看見香港Apple Shop 人頭擁有你自賣 聽聞在外面要便宜幾百元賣 但你人頭擁有你 在Apple Shop你也不買 iPhone如是 iPad如是 Mac機如是 其實你會看到 是跟去年相差很遠 加上它的重點 接下來你會看著它 即是今次業績發佈之後 其實下一部才出 即是你未出的Apple TV 看看它怎樣去玩 但你問我 我覺得是可以的 今次業績對它 那個影響性衝擊不會那麼大 但是你說 更加重要 我看它前景 這就是可以的 其實我們幾個星期 其實是 綁綁得到蘋果 你見到其實 真的很漂亮 即是無論哪一天 其實每天都是 即是升得上去 星期五又破 又繼續上去 所以其實真的挺漂亮 它走得好 前景可以不止Microsoft 是的 因為這隻股票 其實市盈率不高 一直在跟 18至22倍 當然 講了幾個星期要買 就買了 星期三出業績 即是 出業績之前 其實它這麼漂亮 不需要太擔心 即是 仍然都是 跟回策略 都是215元虧了 那你說現在 未買的話 走進去 我覺得 一來星期三出業績 不知道到時怎樣 寧願等到時再算 那現在也都指示委員 所以我不建議 一刻走進去 衝進去 那如果 或者下個星期 當我們跟進業績 的時候 再看看 到時怎樣 如果是真的業績好 或者再升多些 到時有機會 會找一些近一點的指示委 可以再加注 或者是未買可以進去 所以到時 下個星期再跟進 那現在我想 以不變應萬變 會比較好一點 好了 業績有沒有特別 否則 有一個行業 開始上升 我再檢查一下 業績 MFCI 你說不說 沒有了 沒有特別 我平時 尤其是我 我經常看 現在很淡銀行股 但是近來 美國銀行股做得OK 尤其是其中一隻 JPM JP Morgan Chase JPM 是做好很多 是 是 好一點 所以其實見到近來 真的 之前那些漂亮的 例如Shopify 那些就差 但是 最後也升了 但是 這些銀行 然後Apple那些 好一點 整個指數都帶上來 是 其實銀行股 你說是否直接買得到 我覺得不是 但是你說JPM 一向來講 都是在 譬如Ibank 裡面 這個版法裡面 做得比較好的公司 如果你相對 看完這隻 你對一下摩根士丐利 看完JPM 你對一下MS 兩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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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買的是 你買的行業最強的 MMS 摩根士丐利 兩回事 兩回事 看完高盛 GS 兩回事 JPMorgan Chase 是做得最漂亮的一隻股票 如果你說駁銀行股 是 大的是駁這隻 還有不是做一隻的 哪隻 BAC 有傳統有傳款業務 那些 傳統一些的銀行 BAC沒有JPM 那麽漂亮 但是你說 都勉強可以 但是肯定 不是搏 摩根士丐利 不是搏 高盛 但銀行股 整體來說 是做得更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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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這樣 JPM有興趣 我覺得都可以看一下 是嗎 我的指示位 看看 我的指示位 110元 十幾個百分比 但是這些股票 就 波幅不大 所以對你來說 十幾個百分比 因為它谷了太久 不升 不升上去 也未必不行 留意住 留意住 你說是否首選 我當然是首選蘋果 不是首選 所以 OK 但是 銀行股上有一個 小小的啟示 就是經濟不是那麼差 是的 美國經濟很差 美國經濟很差 其實不是真的那麼差 我不知道為何 出到來 每個人都說美國經濟差 純粹是因為 純粹看到香港差 然後覺得別人都差 我想是這樣 但是其實 現在你看看 美國經濟不差 日本經濟不差 台灣也不差 尤其是中國和香港 真的爭相差 不要太有香港感情 所以我們把它放下去 影響這個問題 沒有了 下次再說 下次再說 下次再回答問題 大家好 歡迎回來節目時間 潘Sir答問題 今天不是很多 可能 炸了 炸了 沒有 基本上 問 MA 就是MASTER卡 穿260元 走 V指是 還是168嗎 就是剛才答了 MA V是收回的 MA 剛才也是 先插回 MA的穿260元 走 沒錯 你看到 MASTER卡穿了位 接著 V指是 是168元 沒錯 168元 所以 看自己168元 做事 就是這樣 已經答完了 剛才 提到 日本的ETF 日本 全部升上來 我們看看 日本的ETF 是甚麼 EWJ MSCI 日本指數ETF 半年新高 半年新高 其實去年 都是 今年的新高 是 其實去年一般 一百年一般 一七年一般 一百年一般 一百年一般 但是如果 一七年一般 一百年一般 再拉長 拉得很長 其實都 近期是好 有些是甚麼 5G 我經常說 日本和5G命運 日本的國力 5G的命運 是拉在一起 5G就是一支 5G 5G 講過的ETF 這個ETF 頭兩大的成分股 一隻叫做Toyota 一隻叫做Sony 不用太大色 升得那麼厲害 其實這兩隻都在升 好了 5G玩甚麼 我們4G的時候 可惜我們 這裡沒有Toyota和Sony圖 沒有 但是大家知道 找到 找到 4G是玩手機的 你看到整個4G的產業 就是手機 手機 5G作物聯網 Toyota 有些甚麼 自動車 Sony有些甚麼 大把 將來你玩5G 有很多不同的器材 即是你說不用手機 我可不可以駕自動車 我手機就不是駕自動車 即是隨時一部耳機 你開駕自動車 隨時一部不知甚麼 眼罩 你又開駕自動車 還有5G用途很廣泛 到時你會發覺 這兩款公司其實也是 只要走上一條路 很多很多產品推出來 是可以大賣 即是 經常有人說 智能車 有時拉電動車 下個十年就是玩電動車 但電動車 我們經常想起Tesla 但你會看回 Tesla 先看看 最初第一間 可能就是 將智能車做大賣 抽上來 但你再看長一點 其實Tesla Tesla 是約了一部分 這裏沒有甚麼升幅 它不是做到一個很強的Monopoly 即是甚麼 其實別的車廠 將來要發展電動車 一旦能做到 或者這樣說 其實藍圖都出來了 它那些Blueprint 它怎樣做 電動車其實有了 只不過就是 未是時機 一到時機便去 所以我經常覺得 留意著日本在4G的年代做得差 即是我們上一年代 買電話 買Samsung 但都不會 沒有日本手機 乘行 都不會買 但5G會不同 留意著 尤其是當你看到日本的ETF上回來 其實告訴大家 就是日本經濟可以上回 即是不要經常說一句說話 日本40年都不好 即是你拿著這句說話 你看不到現在 你不要看小一個國家 完全幾十年 留意著 日本其實 未來這幾年 可以強得很厲害 即是如果都可以看過勢 勢勢 如果勢勢強的時候 其實留意著 這個國家 其實裏面有很多股票都可以 你說但我不會玩日本股票 最好的方法是甚麼 你在美股市場裏面 在美股股市裏面 再給個想法 再給個日本ETF EWJ EWJ 大家記住 還有 其實還有一些 small cap ETF 總之 大家可以 SCJ 就是一個small cap 是 那EWJ SCJ SCJ 如果你拉長 你會發覺可以 即是日本 你買一些 叫做small cap股票 都是抽上來 但之前就 再拉長一點 其實是可以的 2009年打後到期 100年只是差 100年整個本經濟都差 但19年可以上來 即是small cap 無論是大還是大的 還有small cap 如果你夾上去 首先 如果你說市好 你就先看破頂 現在差5元 最重要都是近指示位 EWJ 我看看 指示位一定是 56元 56元 現在 都是58元 其實很近 可以 可以玩一下 small cap就會爆些 最近潘生 都不喜歡看 比較慢 我們是藍醜 李寧是藍醜 但你應該不喜歡看 一些比較慢 雖然是ETF 但是small cap 也會去的 但是small cap 那隻 是真是 之前塗了一隻 以及一些爆上來 沒有近的指示位 剛才那隻 都好些 還有什麼 另外 另外 你不是說 Like 是 Like 換了CEO 然後轉叉 當然 大家看著 如果跌穿90元 小心一點 我覺得 要避一避 但是同時間 看到另外一隻 看我用敏顧 反而覺得 Lulu 是真的很好 之前一向都喜歡 其實我家的Nike 換CEO的新聞 也挺重要 是的 不然它在這裏上進 很漂亮 Lulu 的指示位 185元 大概20元 鬆一點 即是10%左右 我覺得 Lulu 如果見到 有時候跌下 又升下 但其實整個trend 是穩步地上 所以 沒有的 可以想想 就用185元 作為指示位 還有沒有 還有其他特別的東西 還有 NEE NEE NEE就ok NEE 繼續在頂上 上個星期都說 如果 如果是 要等下去買 那就困難些 NEE NEE 的位置 繼續在上面 定個指示位 可以定高一點 230元 不失手 230元 是ok的 你不是說 還是不好 這些金 230元 很近 都是226元 226元 你說 之前的市場 好像很麻煩 今個星期搜尋 有沒有一些 漂亮的高票 轉強小的高票 有沒有 其實選擇多了很多 現在我還未真的做過 基本分析研究 我會做的 USPH USPH 這隻拉長一點 很漂亮 我未看它的基本分析 即是未看它的基本分析 但是 你看下去就猜它 漂亮 這就可以留意一下 我看下個星期 我們再跟進一下 記得 我會記住 我會做的 還有另外 RICS 根本RICS RICS也是 美國強 其實有兩項 就是銀行股上 RICS強 美國的經濟還未塌 有一段時間去玩 所以 我才說 有信心 你還可以看多一段時間 只不過 你會看到 美股開始 就算這段時間多了 股票上升 都不夠半年前 或者不夠今年年後 的升浪 雞犬皆升 就是 你要選股 選得更加精 更加準 如果不是 有機會都升不到 但如果你說 真的問我 沒有 美股市是否轉弱 完全不是轉弱 破頂 怎會轉弱 外面很多人說 美股經濟很弱 美國經濟很弱 何內看 那些 通常一直升 都很喜歡港頂 古頂 而且 經常都覺得 是小嵐 他們 完全找不到弱 美國經濟很弱 所以其實 有時 你 看的時候 不要放太多 有時 你見到 早前的股票很弱 雖然你說 我長期都看美股 但早前的經濟很弱 股票很弱 我們都說 先看一看 但強化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追回 最重要 與其你真的害怕 那樣 所以 又不需要太過貪心外面的言論 最重要是跟著我們的策略做事 這樣就可以了 今天先到此 下星期的時間 再跟大家分析美股 拜拜